月黑风高,前往黑山的路,崎岖难行,北方的冬夜,寒车骨髓,迎风急驰,似乎所有保暖的衣物,都失去了效果,将冷麻痹的感觉从手足开始,渐渐至全身,寒得让是九习五义之人,亦觉得有些经受不住,更何况耶律贤本来就是体弱多病之人。 就在急行间,寒得让敏锐的发现,耶律贤的马提升慢了下来,他勒住马,转身迎了回去,借着微弱的星光,他看到耶律贤全身扶在马背上一动不动,寒得让大惊,策马跑到耶律贤身边跃下马扶起他,叫道,明蚁,明蚁,你没事吧? 在微弱的星光下,寒得让指尖耶律贤的脸色,已经惨白,下唇更已经咬出了血,他扶在马上,紧紧抓住缰绳的手已经僵了,虚弱的几乎要跌下马。 幸而他的马员是大内鸣居,甚是通人性,在主人这种情况下,若再急迟就会掉下马来,居然自动把速度慢了下来。 寒得让急忙扶起耶律贤,给他为了一颗提神的药丸,一边清换。 但见耶律贤轻嘘一口气,缓缓地睁开眼睛,吃力地一笑,得让,我们到哪里了? 寒得让摸了,摸他的麦希,问他,明依,我们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。 耶律贤靠在寒得让怀中轻轻的,但坚决地摇了摇头,声音音哑,不要停下,快走,我们没时间休息。 寒得让急到,可是您的身体。 耶律贤失控大喊,我的身体没事。 寒得让一震。 耶律贤双手紧握,深吸一口气,定下心神,想了想,对寒得让道,我没事,我能坚持住。 须知眼仨葛随时可能知道消息追来,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休息。 寒得让低头一想,翻身上了耶律贤的马,道要不这样,我们俩共乘一骑,每隔半个时辰换一匹马,您靠在我怀里就可以。 耶律贤卫一犹豫,可是,这样只怕速度会慢下来。 等了多年的机会就在眼前,他此刻心急如焚,一刻都不愿意等待。 寒得让却到,速度也慢不了多少。 您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骑马赶路,身子又弱,再这么下去不行。 别忘了,到了黑山,您还要在群臣面前登机,总不能一到黑山您就倒下了。 见耶律贤还要再说,他将他的手一按,明以听话。 这一声明以,听话,却是小时候寒得让经常对他说的,等到耶律贤成年以后,寒得让基本上已经没有再说过这样的话了。 而此时说来,仿佛是回到了他们小时候,寒得让拉着小小的明以,共同度过日日夜夜。 耶律贤脸色,一缓,叹道,好,我听你的。 两人尺码共行,耶律贤心情复杂地看着寒得让,忽然道,寒二哥。 当日我的命是寒大人所救,此番若没有你,恐怕我也赶不到黑山去。 你父子对我有恩,我自当终生不忘。 寒得让却道,大王能够走到今天,相住的不只是陈父子,还有更多的人为您前赴后继。 我们共同的心愿,就是为了大辽的将来。 得让从来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冒险住您,只要大王不忘记自己推行汉制的决心。 陈等百死无悔。 耶律贤低沉地道,你放心,我绝不会被弃势言的。 若我有一天,但愿你能明白,我所做的一切,也都是为了忠心大辽,为了完成太祖。 黄祖父和我父皇一直以来的梦想,也是为了不负你寒家,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 他说得极为含糊,寒得让听得不甚清楚,不由地问你说什么。 耶律贤转过话头,没什么,我们走吧。 不及细数路上的艰难,两人一路快马加鞭,直至凌晨才赶到黑山,已经是大雪茫茫。 耶律贤刚出来的时候,一时赶得太急,身体有些虚弱,寒得让海恐他一路赶路会经受不住。 不想他却甚是坚韧,这一路行来,越近黑山,他的精神反而越是亢奋。 尼里早已经派人在山下候着,见了两人到来,连忙迎上去,把他们带入大营。 此时雪正下着,两人风都遮灭,一路行来也无人注意,一直到了王帐之中,由韩匡寺预先布置的人接了进去。 一行人见面还来不及说话,韩匡寺见两人聚视脸色清白,露在外面的手足也已冻得僵直,直接带了两人先去饮下早就备好的姜汤,这边才饮了萧斯温来见。 萧斯温正等的心骄,如今见耶律贤到来,心头大石终于放下。 穆宗的尸体已经被收敛好,萧斯温便先引耶律贤去穷殿后堂亲自查看。 耶律贤站在棺果前,韩匡寺轻轻推开棺材盖子,但见穆宗尸体平躺在里面,此时天气寒冷,因此尸体虽然放了两日,却几乎是冷冻住了,不曾腐坏,只是看上去,却有些不似真人,倒像是辣人似的。 耶律贤看着那漆黑的棺木,一时间尽是神思恍惚,似乎看到了四岁那年,他父亲耶律软的尸体一样。 也是这么一个漆黑的夜里,也是这样一具漆黑的棺木中,一代帝王就这样惨死于乱刀之下。 他的父亲和穆宗,虽然是不同的人,做了不同的事情,一个对帝国的将来满怀期望,一个在皇位上最生梦死, 可是最终,却是殊途同归。 那一刻,他的心神不禁也有些摇晃起来,他想到自己从四岁时立下的志向, 想到这些年心无旁悟到禁绝人生所有的可能,想到他即将要做的一切。 就在他看到穆宗尸体的一刻,他忽然想问问自己,这一切值得吗? 耶律贤站在那儿,忽然落下泪来。 肖斯温虽然已经许他为主,终究对穆宗也是十几年君臣之情, 虽然穆宗活着的时候残暴不仁,但看他死了,心中一事唏嘘, 此刻见耶律贤落泪,心中一动,感慨,毕竟是人后之主。 耶律贤站在棺木前,这十几年在刀底下的忍耐, 挣扎,隐忧,暗恨,期望,宏图一一闪现,然而他毕竟是心智坚韧之人, 这犹豫不决,也只有片刻便设定了心神,叹道,盖上吧。 见棺木盖上,他朝着木宗灵位肃然一礼,走了出去。 屏风外,肖斯温,寒匡寺,女礼,高勋,耶律狐古等十余位心腹臣子, 早已经候在那儿,见了他出来,同时跪下口称, 臣等参见主上,耶律贤点头,召群臣觐见吧。 凌晨因为大营被封,行动被监控起来的群臣, 正坠坠不安时,忽然接到一道旨意, 说是皇帝召他们到穷殿觐见。 有些今年老臣,心头一领,他们想到了这些年来大辽的数次政变, 而这一天,他们似乎又闻到了那股不祥的味道。 那么现在照他们觐见,是事情终于可以向他们揭开了吗? 怀着这样的心情,群臣进了穷殿, 便看到此时大仗正中,龙椅前面,却是一副棺果。 众臣心中的疑惑,更是得到了验证一般, 不禁心头惶恐,忍不住向左右查看, 欲寻找熟悉的面孔,和可以倚靠的同僚。 然则左右一看,便先看到从里到外, 皆有侍卫重重站满,手握刀柄,表情肃杀, 到了嘴边的话,竟是不敢出声。 群臣道得很快,皆是被通知的侍卫几斤压来的, 谁又敢在这关键时刻耽误片刻, 因此一会儿人就站起了。 却见肖思翁和韩匡寺一身素衣,表情严肃地从屏风后走进来, 群臣议论的嗡嗡声更大了, 两人走到棺果面前, 铺地跪倒,大放悲声。 肖思翁先道,主上, 病天了。 但见韩匡寺也跟着跪地大哭, 主上, 高薰, 尼里, 虎骨等人均一起跪地大哭, 群臣见状, 连忙也跟着一起跪地大哭起来。 当下便有目宗的新妇臣子发难道, 这是怎么一回事? 主上怎么会忽然驾崩? 虎骨见状, 也顺势上前问, 主上可有说, 选择谁为新君? 那新妇臣子顿时教导, 如今主上驾崩, 虎骨大人不问主上为何出事, 反而先问新君, 忠心何在? 虎骨冷笑, 主上已经驾崩, 头等大事自然是新君为谁。 我是大于月和鲁的侄孙, 自然要先问这样的国政大事。 萧斯温站起来, 面朝众人常叹一声, 主上前夜被他身边的小事所刺杀, 当时伤重不起, 令我等封锁消息, 逆查凶手。 韩匡寺也道, 只是主上的伤势越来越重, 只得让我们一边封锁消息, 去查有没有幕后主使, 另一边叫我们通知上经, 令先皇的皇子贤, 与太平王赶来黑山。 那臣子叫道, 那是何人道了? 何人继位? 萧斯温却不答, 只朝着后殿跪了下来, 道, 臣等恭请新君。 韩匡寺等人一一起跪下, 同声道, 臣等恭请新君。 众臣一时还未回过神来, 却是知道此时朝代更易最安全的行动, 自然是跟随其他人行动, 当下也一起行礼道, 臣等恭迎新君。 随着这一声声群臣相请, 后殿一对侍卫于冠而入, 拥着一个青年男子走了出来。 萧斯温便大声道, 奉大行皇帝遗诏, 皇子耶律贤克纪大统。 以礼扶着耶律贤大步走到龙椅前, 停封后转出两名宫女, 迅速将龙袍披到耶律贤身上, 将皇冠带在他的头上。 那牧宗心腹顿时叫了起来, 这怎么可能? 主上与太平王是亲兄弟, 平时托以国政, 如何不是太平王继位? 虎骨脸色, 以便转头怒斥, 主上当年于降古山继位之时, 曾亲口允诺抚育皇子贤, 是为己出多次有传位之诺。 你说这样的话, 是说主上言而无信, 还是说太平王有不轨之心? 萧斯温也脸色沉重道, 况且,大型皇帝的皇位得自适宗皇帝, 如今传回皇子贤, 也是应有之意。 皇子贤身份贵重, 却是纪统的不二人选。 虎骨大声道, 既然大型皇帝与主立皇子贤为新军, 我等当拥立皇子贤。 说吧, 眼神一扫, 那几个牧宗的心腹之臣还要说话, 便已经被拿了下来。 群臣一半是见事已至此, 心中身位不得不从, 另一半却如当日女礼, 初次看到, 牧宗尸体时的心情一样, 先是吓了一跳, 随之却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, 竟是声上一股欢喜来。 牧宗终于死了, 从此他们这些人, 再也不用畏惧飞来横祸, 无端横死了。 这山户万岁中, 群臣各怀心事, 竟也是声响如雷鸣。 公元969年, 耶律, 魏侍从所杀, 在魏十九年, 年仅三十九岁, 妙号辽牧宗, 誓约孝安正进皇帝, 后父葬怀陵。 因他是九成姓, 残暴妄杀, 元朝人写的辽使对牧宗被刺杀这件事, 有死其遗灾的评价, 意思是死的正是时候, 早就该死了。 耶律贤在大臣们的拥戴下继承地位, 看年号为宝宁, 誓为辽景宗。